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离婚之后 秦琳谦还被吴炳辉一家勒索 吴炳辉的父母不断敲诈秦琳谦 先后要求秦琳谦赔偿1230万台币 对此 秦琳谦并未妥协 对方就威胁他不给钱就向媒体报光光谈内容 秦琳谦想过要和对方和解 无奈前夫一家意志才得无限 并声称 要让秦琳谦身败名裂 吴炳辉的母亲放话给秦琳谦两条路 一条是赔偿二代50万台币 一条就是按电台播出出汇视频 沈无可忍的秦琳谦 一恐吓取财罪为由 将其告账了法庭 吴炳辉的母亲 因此获刑八个月 秦琳谦离婚之后的日子一直没能消停 多年来 他的神仙一直被受折磨 胜诉之后 总算是摆脱了之前的阴影 在秦琳谦胜诉之后 当时的小三安德烈 近期也胜诉了 12月11日 据台媒报道 秦琳谦的胜诉让安德烈受到了鼓舞 随后 安德烈也对吴炳辉提起了诉讼 要求其反还当时交付的190万台币和解金 并请求对方赔付190万台币的承包性赔偿金 一审拨回了安德烈的请求 但是经过上诉高院二审 却出现了迷状判决 法院改认定 吴炳辉确实违反保密条款 因此改判吴炳辉虚实违反还给安德烈 这一百九十万台币和解金 以及五十万台币的承包性赔抢金 总计判赔二百四十万台币 约五十五万元 吴炳辉本来从前 七七零千和小三安德烈手中拿到了一笔不少的钱财 却不想现在反倒要赔偿给小三五十五万人民币 不知道他心中是什么滋味 对此 不少网友评论 虽然秦林千出轨在先 但是吴炳辉一家为你也太贪得无言 秦林千和吴炳辉也是夫妻一场 最后闹得这么难看 也是令人唏嘘